平朗冷麵的話就是 我們一樣就是說 把蕎麥麵 我們現在麵條都是用蕎麥麵去製作的 然後一樣在製作過程當中 製作完成之後過冷水 然後再用冰鎮的下去浸泡之後 然後我們就開始把麵條拿出來做 平朗冷麵或者是說南韓的咸心冷麵 那平朗冷麵的話就是 湯汁比較多 然後比較屬於清淡的口味 那早期來講的話 北韓它的冷麵的話 就是像我們台灣的陽春麵一樣 就是麵條跟湯汁而已 然後北韓他可能還會就地取材 比如說拿一些野菜啦 還是說菇類啦 然後下去去配去搭配 那到後面 他是當時因為要夏天 讓他們國人可以吃到說 比較清爽的料理 所以才會去想說說做這一道平朗冷麵 好可怕 好可怕